人类对于脑的认知有很长的历史 在过去一百年到两百年内 是神经科学研究的主要时期 我们北京大学对于神经科学的教学和研究 也有相当长的历史 美国的Patrick Laurie McGovern夫妇 捐款资助北京大学 成立脑科学研究所 对于我们北京大学 凝聚一批通过不同的交叉学科的研究途径 研究神经系统有很大的促进 10年左右我跟随着劳易老师 参与了我们麦克文的早期创建工作 我记得10年前 当马甘先生和马甘夫人 都给他推动这个项目的建设的时候 各个方面都感到 这是建设北京大学交叉学科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比如做细胞生物学 比如做神经生物学 比如做神经环乐 还有做神经电生理 还有我们做临床短话研究 当时麦克文夫妇和北大在林狐宣签订成立 麦克文的这样的这个协议 但是我刚好是在北大面试结束 所以加入麦克文 这个其实还有很有渊源 北大最聪明的一帮家伙 就是说生物学 心理学的老师 因为研究所存在 大家有很多交流的机会 当时我记得大概就是10个人左右 经过10年的发展 现在皮案有非常多 领域也增加了非常多 这个脑是最复杂的 所以它的研究可以从心理方面 生物方面 或者是通过化学的手段来研究 如何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 更全面的 可视化的手段 建立了实际上首个 清醒猕猴的双光组成像的实验平台 有足够的能力来同时记录 大量的神经元的活动 我们通过研究人脑本身的时空 信息处理规律 存储规律 以及认知的规律 推断他人的策略 猜测他人的目的 我们这个研究所 很多PI说做更加微观的 这个神经生物学 神经生理学方面的研究 在宏观的层面也有做理论 做计算模型的 使用数学建模和计算机的方法 研究大脑信息架工的基本原理 结合计算模型和脑磁土 研究决策中的偏见 把我们在基础研究的问题 和临床老师去沟通 在病人上进行测试 在治疗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 来帮助我们患者 解决他的一些痛苦 会引领我们整个的医学学科的快速的发展 神经科学从整体而言 即使思想驱动也是技术驱动 它最终的发展 还是要关注人 他们怎么样治愈人类的脑疾病 怎么样提高人类的脑磁功能 那我们马格文研究所 最大的一个优势 它就吸引了不同背景的科学家们 来一起努力工作 无论是年长的教授 还是年轻的研究人员 大家都能够在一起 直面科学问题 去定义问题 以及解决问题的这个思路 大致上来说 是非常相通的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 在下一刻 大家之间的交谈 就会发出来什么 那我们每个院呢 都会组织一些午餐会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就非常好的促进了 大家的思想交流和学科交叉 我们利用李玉荣老师开发的分子探针 来研究疼痛当中 地质释放的一些问题 怎么样能够看得深 不光是单单的是这种化学的探针 自己能够解决的 它也需要有更好的物理成像的手段 我们研发的新的老师徒呢 可以深入到大脑的身部 可以看一些动态的神经 可以推广到神经疾病的方面研究 我们其次呢可以达到药汉的状态 进入戒关层次 可以看大脑的一些分成疲成的成像 北京大学培养学生是有它的特点的 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 按每个人特性来选择最适合他们的project 我还特别呢会关注 对于女性研究生 他们的成长 特别注重对于女生的 持续不断的激励 陆明书院现在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本科生从一年级 就和老师有一个非常密切的互动 他们从这个学习中能够了解到 什么是神经科学 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实验 从一个学生的角色 转换成一个老师的角色 很荣幸地回到母校来 从事科研工作 神经科学就是在这种 不断的挑战与被挑战中 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碰撞出思想的火化 麦嘎文研究所呢 可以把北京大学的生命科学 心理学 还有临床医学 能够合好结合在一起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设计 一个过程呢 我可以总结为 从耕耘当收获吧 如果你想走得更快的话呢 你一个人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想走得更远的话 那么你需要更多的人加入 神经科学是充满着 很多的不确定 但也是充满着很多的希望 就是国家对于科研的这样 重视和投入 我们科技新国的这样一个战略 所以我觉得未来是大有可期的 人工智能与神经科学的融合 将会促进我们对自身以及对世界的理解 绿脑基层的突破呢 会带到人工智能的突破 我们能发现更多的拔镖 那更多的新药会层出不穷 用神经科学的方法去解决 儿童发展或者是发育障碍 对于各种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 以及药物的开发 同学行为下可以研究 一个脑区大多数神经学院的活动 能够在神经认知机制 神经成像技术 神经疾病治疗等多个方向 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十年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十年 也是非常有成就的十年 我祝愿了这个麦尔文研究所 在未来的发展中 能够取得更好的上街 我们期待能够帮助 在强调到 麦尔文研究院的研究研究研究 在接下来的十年 祝愿我们的老师 祝愿我们的学生 更有欢高分 和为中国的神经科学事业 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能够在教科书上 留下我们来过的印记 祝福我们麦尔文研究所 生日快乐 将近十年来 通过教掌学科的研究 对于脑的认知和脑的疾病 都有了推动 我相信在未来的十年 北京大学N-Govern脑研究所 将成为全世界 一个非常重要的脑研究机构